内行故事之调说今天介绍一部 上帝为了减少人口数量 每隔15年就放出一批怪物 大量清算人类的电影《清算日》 话说在15年前 有一个地表侦探基地正在拼命往下挖地面 准备看成半明深渊下 到底有没有地域生物 由于之前进行得很顺利 侦探队的气氛一直不错 只听大家一边吃着小蛋糕 一边继续挖地 忽然发生了日食 然后地底深处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 这不 胡子哥在门外就受到了攻击 只见一只长得像乌鸦的大鸟上来就给了他一口 最后基地里的人全被大鸟怪给祸祸了 无数大鸟怪从钻井下方飞了出来 那场面简直就是鸟山鸟海 飞蛾壮观 大鸟怪飞向了全世界 开始为所欲为 到处袭击人 破坏建筑 各国都发动了大量军事武器和人员 准备和大鸟怪抵抗到底 可惜敌方数量太多 在日食这天 人类损失惨重 不过奇怪的是 等到日食过去 这些大鸟怪又都回到了钻井下 从此以后 人们就把这口可怕的钻井 叫做恶魔之井 日泉石这天也被称为清算日 之后为了安全 人们在钻井上方建设了军事基地 转眼过去了15年 这期间大鸟怪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过很快又要日泉石了 咱们的男主角大壮和老婆宝儿姐 最近感情不合 犯了离婚 那是外国人你懂的 虽然宝儿姐现在有了新欢眼镜哥 但和大壮仍然是好朋友 然而还有一个儿子小卷 日泉石这天 新闻上报道大量海洋生物死亡 军事基地那瓶 更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爬行怪物 视频对他一阵吐吐 可这玩意一点不怕 还越来越兴奋 城市里也出现了各种异象 加之一算 肯定要出事 大壮的叔叔打来电话 让他带着宝儿姐和小卷赶紧去避难所 于是乎 大壮 宝儿姐 小卷 小卷女票金发妹 以及宝儿姐现任演镜哥 五个人抱团逃走 到了避难所 大家蒙逼了 这里只收留妇女小孩 就在一家人上演你不去我也不去的感情戏时 人在这边已经满园了 想进去也进不了了 无奈 五个人只好听从眼镜哥的建议 去学校的地下室躲避风头 结果半路堵车了 就在这时日时开始了 只见无数大鸟怪和爬行怪 就像掐着表一样准时出动 一时间天上飞的 地下爬的 浩浩荡荡 如今去学校是不靠谱了 大壮决定带大家出城到叔叔家自建的避难所避难 结果不知道眼镜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 生死关头还要和大壮吵架 这下好了 突然出现了大鸟怪和人们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一抓一个准 眼镜哥不幸中张 反正大家也没啥训言关系 大壮转头就开车带大家溜了 在前往城外叔叔家的途中 车看到半途忽然没有了 不过因为怪物的祸害 现在大路上停着大把没人要的车 就跟捡白菜似的 大壮好不容易乡中了一辆车 里面的老头居然还活着 而且不远处还有一个爬行怪 为了不引起怪物的注意 当着大家的面就要吃人 反而己实在忍不了 准备奋起反击 而老头更是不怂 拿着眼罐头就要硬钢爬行怪 虽然老头最后还是挂了 但大家也知道爬行怪原来怕炎 好不容易来到叔叔家门口 结果敲半天门都没人开 而屋子外的大壮他们 很快就引来了爬行怪 他们从四面八方涌现 为了保护家人 大壮裹的拿着一把小镰刀 就要和怪物军团拼命 结果最后十颗门却打开了 众人鱼贯而入 其中也进入个陌生的大兵 此时在叔叔的家里 大壮看到了一个戴手枪的大兵 感觉不像个好人 晚饭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聊天 大兵说15年前的清算日 自己就在那个钻井 后来157个小伙伴都挂了 多亏自己跑得快才活下来 就在他跑嗨的时候 叔叔戳了戳桌子上的刀 是一大壮拿下士兵 毕竟陌生人拿把枪 在你家里待着不走 都会感到害怕 不过大兵也不白痴 感受到了危机 一把就掏出了枪 就对双方对峙的时候 一只爬行怪 从通风管道冲进了屋子 咬伤了叔叔的老婆翠花 一时间局面陷入混乱 而大壮则趁乱 抢过了大兵的手枪 直接大兵成了阶下球 翠花受了伤 急需医治 大兵又说 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最安全 大家一想好像很有道理 于是带着武器和炎 就往位于恶魔之井的军事基地走 不过爬行怪们追得很紧 而翠花又因为被咬中了毒 间接性的丧失离治 最终翠花为了不当脱油瓶 主动当了爬行怪的口粮 很快大壮一行人就来到了基地 然而活人是没有了 怪物倒有不少 很快就有一个爬行怪要攻击他们 大兵拿枪乱射 直到把他打成了一滩烂泥 可是不断有怪物靠近 大兵眼看形势不妙 于是立马怂了 要一个人先溜 结果不讲义气的他 率先被怪物偷袭 感染了怪物身上的病毒 另一边 大壮发现军事基地为了抵御怪物 在水管中洒满了盐 可惜被一群怪物给堵了 为了保护小卷这个酒袋单传 叔叔挺身而出 给他们拖延了时间 只见爬行怪们也不挑食 逮着老头就是一顿砍 好在最后大壮成功打开了盐水管道 爬行怪纷纷沓地 化为灰烬 本来以为可以稍微黄口气了 结果大兵这活虽然怂 命倒是挺硬 被怪物毒素感染后 上来就要攻击小卷他们 索性大壮及时赶来 一棒子就把大兵干翻在地 随后大兵就被一头路过的怪物 吞到肚子里了 因为日时马上就要结束 那些没死的怪物们 也纷纷回到了钻井底下 一场大危机暂时被解除 自此全局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遇到危险 团队合作很重要 单独行动的风险太大 一般人都承受不起 看到最后还有个疑问 既然怪物怕眼 为啥不往恶魔之井里关眼水呢 这不就完事了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